丽娜是我大学的校花,也是我的女友,她西腰风臀美人间,五官精致,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娇媚,在床上热情似火,毕业后我们留在北京打拼,她在海淀上班,而我在乙庄,这几乎可以称之为异地恋,所以只有丽娜周末来乙庄出租屋时,才能让我痛快地发泄两天, 而故事要从她重庆老家的闺蜜江仪来北京实习说起,因为实习工资不高,所以女友安排她在我的出租屋暂住,那天我租了一辆车从机场接江仪回家,她穿着小吊带和牛仔热裤,一进屋就把文凶抽出来扔到床上, 喊着北京太热了,站在床上扯开衣领,对于空调吹,我瞥了她一眼,那短裤根本裹不住挺翘的屁股蛋,洁白的肌肤闪耀迷人,因为吊带被她扯起,雪白纤细地腰肢扭动着,胸前的高耸若隐若现,想到要和这样的游武同居,顿觉赏心悦目,没一会,丽娜也赶了回来,好姐妹多日未见, 自然有聊不完的话题,她拉着江仪说着悄悄话,俩人不时偷看我一眼,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而我自然是苦逼地干活,刚把网上买的折叠床在楼道拼好进屋,却没有看见江仪,我把单人床放在靠阳台的一侧。 擦了擦汗,扭头看向丽娜,见她正跪在我和她的双人床上,翘着屁股整理床单,腰部柔软地踏下去,臀部却惊人地隆起,既没褪去少女的青色,又兼具少妇的风韵,我悄悄走过去,抬手在她的肥臀上拍了一巴掌,丽娜轻叫一声,回头看见是我,讨厌,吓我一跳。 一个星期没见,可想死我了。女友的脸上泛起红韵,把头埋在我的胸膛上,先忍一下,晚上我好好伺候你。 我刚把手伸进她的衣服,身后便传来江仪撬声声的声音,这么恩爱。 我转头一看,江仪刚从卫生间出来,换了件白色的睡裙,头发还往下滴着水,应该是刚洗了个澡,我们正商量一会把你卖给张老头还是王老头呢。 丽娜捂着嘴打趣道,好啊,骚狐狸,看我怎么治你。 说完江仪就扑了过来,一下把丽娜推倒,趴在她身上就挠痒痒,完全不在意自己的睡裙卷到腰间,刚换上的蕾丝内裤,眨眼无比, 我摸了摸鼻子,转过身不去看打闹的俩人,却无比期待和江仪的同居生活,吃完晚饭,我们轮流洗澡,又看了回电视。 丽娜就催着江仪休息,而江仪似乎心知肚明,连手机都没完,蒙着宝坛倒头就睡, 等她睡下,丽娜紧咬着红唇,眼神迷离地看着我,我轻轻抚着她的秀发,丽娜顺从地低下头,钻进被窝里, 我一边享受服务,一边向江仪的方向看了一眼,很尴尬,我和她四目相对了, 但此时此景,我又怎么可能喊停,把丽娜翻了个身,我压了上去, 而江仪的眼亮晶晶的,一直偷看着我们,微微哆嗦的身体,表现出她内心的不平静, 第二天清晨,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却发现睡梦中,我竟然把内裤脱了。 缓了会儿神,才想到家里还睡着个江仪,顿时惊得我一个机灵, 我把头稍稍抬起一点,看江仪那边的情况,江仪背对于我们,一动也没动, 好像还没醒的样子,但阳光是直直地照在她的身上,这情况还能睡得着, 她是真的还装的,我心里有点犯迪过,不过无所谓了,只要她不介意就行, 我安静地把衣服穿好,至于没穿的丽娜就不管了,反正她们是闺蜜, 看两眼也不吃亏,等我从卫生间洗漱出来,却看到江仪已经穿好衣服, 看来她是一直装睡,我对她说,我下楼买早点,你把丽娜叫起来吧。 江仪恩了一声,低着头从我身边匆匆走过,钻进了洗手间, 等我十五分钟后回来时,丽娜已经起来了,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小声道,都怪你,我可没逼你裸睡,丽娜的脸更红了, 在我腰上掐了一下,就怪你。 这时,江仪走过来了,拍了我一下, 谢谢吧,屋里全是恋爱的酸臭味。 到了中午,丽娜急着回单位宿舍, 她是秘书,明天要陪着领导去广东出差,得提前回去准备, 虽然我很舍不得她,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她离开, 等我送丽娜下楼回来。 进屋后看到江仪正趴床上玩手机, 丽娜不在,她似乎更放地开了, 不但把睡裙里内衣又抽出来扔到一旁, 还领口大开地对我说话,完全不避讳被我看光身子, 舍不得她走啊。 我躺在她身边,伸了个懒腰,工作要紧, 又不是见不着了。 江仪面色古怪,伸手在我的腹肌上拍了拍, 丽娜陪领导出差,孤男寡女的, 你就不担心。 我感觉她似乎若有所指,你什么意思? 说实话,秘书这个职业总是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 我虽然相信丽娜不会背叛我, 但也没有百分百把握, 毕竟,一个漂亮女人会不会堕落, 并不是取决她自己, 而是要看她遇到的都是什么样的男人, 江仪却不回答我的话, 起身脱掉睡裙,陪我去西单逛逛, 晚上给你点甜头尝尝。 她明明是个青春少女, 偏偏语色轻挑, 介于正经和不正经之间, 说不出的妩媚诱人, 好似猫挠心, 酥酥麻麻, 直让人蠢蠢欲动, 让我对晚上的甜头充满期待, 等江仪换好衣服, 我眼前一亮, 她穿着上身白色陋起小衫, 下身超短裙, 两条雪白修长的腿, 引人注目。 整个人散发着无限的青春活力, 江仪自然地挽着我的胳膊, 走啊, 傻了。 我摸了摸鼻子, 感受着江仪水嫩的肌肤, 挥手向前, 出发。 我开着租来的车, 带着江仪直奔西单, 八月的北京太热了, 一个下午过去, 江仪就像永不疲倦的逛街机器, 有这么一个油物陪在身边, 虽然暂时吃不到, 但时间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天色已经黑了, 而北京的交通一如既往地堵, 半个小时了, 车还在三环, 甚至没挪一步, 就在我琢磨前面什么情况时, 江仪却有点坐立难安, 屯儿无意识地开始扭动, 我想吁吁, 再忍忍, 我皱了皱眉头, 憋不住了, 我要下去找厕所。 江仪都有点哭腔了, 你疯了? 这是高架桥, 被车撞了怎么办? 又过了几分钟, 江仪实在憋不住了, 找了两个购物袋叠在一起, 里面又垫上卫生纸, 等她准备好, 把短裙掀到腰间, 才红着脸推了我一下, 不准看。 我对江仪的豪放认知, 又上了一个台阶, 把头扭向一边, 在车窗的倒映下, 江仪洁白无毛的身体, 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车厢安静无比, 只有江仪脱衣服时速速摩擦的声音, 我在黑暗里听着江仪那边发出来的声音, 全身没有来的一阵燥热, 就在这时, 前面的车子动了一下, 我抓住正在脱内裤的江仪, 江仪差点直接尿出来, 伸手就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 你干什么? 我知道他误会了, 一边给他说车动了, 一边帮他提上内裤, 江仪也知道误会我了, 红着脸不说话, 终于在加油站上玩厕所, 没有滞留多久, 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到了家后, 江仪好像早已经把刚刚的窘迫尴尬抛在了脑后, 兴高采烈地拿着衣服时, 还不时地问我好不好看, 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在自己面前搔手弄姿, 可现在的我却毫无心思, 一回到家, 我就止不住地想起下午江仪的那句话, 孤男寡女的, 你就不担心, 江仪看我心不在焉的, 便用脚踢了踢我, 想什么呢? 本大美人在, 你还有心思瞎琢磨? 我还是问出了心底的疑问, 你下午那句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虽然没有点明是哪句话, 可我相信她心底是明镜一样轻, 江仪咬着嘴唇不说话, 转身就要向卫生间走去, 察觉到她的躲避, 我一把抓住她, 认真地盯着她的眼睛, 丽娜是我最爱的女人, 你要是知道什么秘密, 一定要告诉我。 江仪一直在犹豫, 躲闪着我的目光, 但最终还是开了口, 她低垂着眼, 闷闷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上次我来北京找丽娜玩, 看见她和一个男的拉拉扯扯, 本来也没往那方面想, 但丽娜一直叮嘱我保密, 而且上次过年的时候, 那个男生还去重庆找她了, 我看见她从一辆车里下来的, 司机就是那个男人。 一听到这话, 我顿时觉得两眼发黑, 险些没摔倒在地上, 这下我可坐不住了, 不管她说的是真是假, 我都得亲口问问丽娜才是, 急忙给丽娜打电话, 却被按掉了, 要说丽娜是不会无缘无故挂我电话的, 更何况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顿时急了, 连忙又拨了过去, 结果再次被按掉, 我一下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家里不停地来回踱步, 姜姨似乎也知道自己惹祸了, 小声嘟囔了一句, 那你就去找她呀。 我看了看时钟, 也就十点不到, 便又穿上衣服。 下楼准备拦出租车去海淀, 但还没拦到车, 丽娜便把电话回了过来, 亲爱的, 怎么了, 我刚才在洗澡呢? 她的声音忽远忽近, 难免让人不会多想, 没事, 就是今天回去没给我电话报平安, 有点担心。 丽娜只是轻笑一声, 让我不用担心, 但就在这时候, 我突然发现她的声音开始发颤, 似乎有拍打皮肉的声音出来, 可我还没来得及问话, 丽娜就急忙杀停, 稳住声音说道, 不早了, 你也快去睡吧。 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像被雷劈成两半一样。 蹲在马路痛苦万分, 不知道何去何从, 虽然丽娜装得像没事人, 但那发颤的声音, 几乎已经表明她在做什么。 失魂落魄地回到出租屋, 将一试探地问道, 怎么回事? 我把刚才发生的事, 都告诉了她, 一时间相顾无言, 我翻来覆去地彻夜难免, 一闭眼就似乎能看到丽娜和别的男人在床上的场景, 寂静的夜里, 我自然也听到了旁边将一不安分的动静, 过来很久, 她才默默说了句, 这不是我本意。 我扯出一个讽刺的笑容, 我还得谢谢你, 让我看清了她到底是什么人。 在丽娜出差的这段日子里,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和她摊牌, 在一起两年, 我们几乎没吵过架。 虽然还没捉肩在床, 但是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 第二天,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飞广州的国航直击窗口, 躲在角落的我亲眼看到, 挽着一个中年男人的胳膊亲密无间, 那个男人我接丽娜的时候见过, 还握过手, 叫周刚, 正是他的领导, 也是销售部的头, 但是看着他摸在丽娜屁股上的手, 我快要咬碎了牙齿, 确定了谁是肩肤就好办了。 我放下手中的照相机, 等到飞机起飞后, 再来到机场外, 装作合作商负责对接的人, 给丽娜的公司打了一通电话, 喂, 我这边有个订单, 除了点意外, 但是给周总的邮件, 一直没人回。 能否把周总的联系方式发给我? 那边似乎还有顾虑, 不敢轻易松口, 抱歉先生, 这个不能轻易透露给外人的, 见这招不管用, 我直接不耐烦地催促道, 我们这边急着修改订单, 但凡拖几秒钟, 都要损失几十万, 除了一事情, 你担得起责吗? 果然稍加威胁, 那边就松口了, 一串号码紧接着发送到了我的手机上, 搜索手机号后, 出现了他的微信号, 他的微信头像还是一个小女孩, 正咧着嘴场快地笑, 看样子就是他的女儿了, 我心下顿生一股悲凉, 自己有完整美满的家庭。 为什么就非要去偷星, 有了他的微信号就简单多了, 我用早已准备好的微信女小号加他, 头像换成一张网上找到的青春校园美女的照片, 签名也改成了活力四射的少女语录, 不出所料, 当天晚上, 他就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 我先发致人地介绍道, 周总好, 我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小蕊, 听闻您的辉煌成绩, 很是仰慕, 是个男人都很难拒绝主动送上门来的年轻女人, 这一番话极大的长了他的威风, 周刚果然开始得意忘形起来。 小意思, 小意思, 那我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就得麻烦周总您了, 字里行间都把他捧得极高, 正好满足了周刚的虚荣心, 没问题, 你刚刚说你是大学生, 他终于注意到了这个身份, 我继续编道, 对,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 出入社会的小女生是最好拿捏的, 表明了这个身份后, 周刚很快就放松了警惕, 一下便打开了话匣子, 聊着聊着, 还有意无意地打听着我的私人关系, 在得知我没有男朋友, 而且现在是独自一人在北京时, 周刚显得更加兴奋了。 小蕊啊, 想不想挣大钱, 这话一出, 我就猜到了他的意思, 于是顺着杆子往下爬, 当然想, 周总有什么好主意吗, 要不要跟着我, 一个月给你三万, 轻吃一生, 对于刚认识的女人, 就能给到这个数, 看来丽娜在她身边拿的不会少, 哪个女人能拒绝一笔这么大的横财呢, 想起背叛我的丽娜, 心底又涌上一股难言的悲哀, 得到肯定的回复后, 周刚心满意足了, 直接开始进入流程撩骚, 在她问到能不能看两张凉快点的照片时, 我按到机会来了, 当即便去网上搜了几张不露脸的泳衣照, 放在文件夹里, 在去论坛上找了一个可以入侵他人电脑的病毒, 最后全部压缩起来, 一并给她发了过去, 这是打入敌方的第一步, 她的电脑里说不定会有可以拿来做文章的东西, 果然, 周刚想都没想, 就点开了压缩包, 病毒同时成功打入了她的电脑里, 将文件夹里的东西全都复制了一遍过来, 看着电脑上那些标注着不同女人名字的文件夹, 我皱起眉, 视野里突然出现一个名字叫做NL的文件, 心顿时已沉, 不出所料, 里面全是丽娜的照片, 看到这满满一页的照片, 我只觉得心如刀脚, 曾经放在心肩肩上宠爱的女人, 竟然真的上了别的男人的床, 周刚, 丽娜,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整理好情绪之后, 我接着点进别的文件夹里, 全是来自不同女人的艳照, 有偷拍视角的, 还有自拍视角的, 还有在床上的视频, 不断画着鼠标, 发现这些照片竟有上千张, 而其中涉及到的女性也不少于十位, 这是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不对劲之处, 她只是一个部门经理, 以她的财力来看, 不可能包养这么多人, 那她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桌面上突然又传过来一个压缩包, 名称是Mobile, 结压之后, 里面竟然是周刚手机里的通话记录, 相册文件, 聊天记录, 看样子, 是她把手机和电脑拿USB相连了, 然后病毒顺便植入了她的手机里, 将手机的文件也照样复制了一遍过来, 心中一喜, 没想到这病毒用处这么大, 照片还是千篇一律, 没什么特别的, 只不过那几个音频文件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点进去一听, 发觉这些音频似乎是她的通话内容, 只是这音频录下的太多了, 有整整四页的文件, 每一段的时长都不低于一分钟, 要想找到些有用的内容, 可谓是大海捞针, 为了省事起见, 我挑了最近几天的监听音频来听,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被我揪住了周刚的小辫子, 在她和别人的通话中, 透露出她经常利用职权所惠, 然后低价销售产品的手段, 我把这些音频剪出来, 又翻出她包养小琴儿的证据, 一起打包起来, 现在就差, 她老婆的联系方式了, 尽管有一整页的通话记录, 可全都是号码, 没有备注, 看来还得我想办法拿到手了, 百无聊赖之际, 我又进到了她的朋友圈里, 不是分享的心灵鸡汤, 就是晒娃, 好久都没接女儿放学了, 佩图正是在她女儿的学校门口, 牌匾上写着中关村第二小学, 看着这张图片, 我心里一动, 既然周刚不常接女儿, 那么平常就是她老婆去接的, 隔天下午, 我早早就来到了二小门口, 堵着这群孩子放学的时间, 要说小学生就是好找, 都是按照一个班一个班的出校门, 按照她在朋友圈里分享过的信息来看, 她女儿今年上二年级, 在这一波学生出门的时候, 我算是打起了十二分的专注力, 拿着照片挨个比对, 眼睛都丑酸了, 可算是让我找到她女儿了, 小女孩一出门就直奔一个中年妇女的怀里, 妇人领着小女孩, 直接上了车, 根据那女人雍容华丽的穿着打扮, 我判断不是保姆, 一定就是周刚的老婆, 健壮, 趁着人流量多, 我悄悄溜了过去, 在车子缓缓挪动的时候, 我透过车玻璃看见, 小女孩还在闹着要什么, 扰了妇人的注意力, 她走神了, 就是这时候, 我搜得横穿过去, 感受到腿背车的保险杠蹭了一下, 便顺势摔了过去, 车子猛地杀住了, 随后妇人着急忙慌地下车, 查看我的伤势,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我揉着腿, 艰难地站起身, 扭曲着面孔摇摇头, 我装得还是有几分像, 吓得妇人就要拉着我去医院, 没事没事, 就是蹭了一下。 临走时, 妇人不放心地掏出了手机,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要是后续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尽管给我打电话啊。 只演了一场戏, 就轻易得到了周刚老婆的电话号码, 望着逐渐驶去的车子, 我扯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当晚就把周刚出轨的各种证据, 发到了他老婆的手机上。 接下来, 只需要等着就行了, 看了看日历, 计算着日子, 明天不就正是周刚和丽娜从广州回来的日子吗? 这下有好戏看了, 第二天, 我再次驱车来到了首都国际机场, 全副武装地躲在一旁, 盯着接机口的方向, 没一会儿, 周刚就从里面一起风发出来, 身侧还带着一众手下, 毫不气派, 自然, 丽娜知道我会来接机, 规规矩矩地站在他身后, 但还没等他微风多久, 就被突然冲上来的几个壮汉团团围住, 丽娜紧张兮兮地揪了揪他的袖子, 低声问道, 周总, 这些人是。 一向在外极其好面子的周刚, 也冷了脸, 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是来收拾你的。 一道中气十足的女声响起, 紧接着, 昨天刚见过的妇人, 瞪着两人目自欲裂, 一张脸都气得通红, 周刚一见他老婆来了, 顿时年了, 老鼠见到猫一样收起了尾巴, 猛地甩开丽娜的手, 连忙上前陪着笑脸, 老婆, 你怎么来了? 妇人像是没看到她的谄媚一样, 抬手就朝他脸上狠狠甩了一巴掌, 用力之大, 可见把周刚的半边脸扇肿了, 老婆, 周刚还是一脸猛逼, 愣愣地叫道, 别叫我老婆。 妇人嫌恶地瞪着他, 扬声骂道, 你一个倒插门, 还敢在外面养女人? 这是把我当空气啊。 周刚灯时面如土色, 满脸的不可置信, 就是你吧, 贱人。 妇人看到了刚刚被甩开的丽娜, 眼睛一眯就冲上来, 怼给她的脸就是一阵狠挠, 让你勾引我老公都去死。 丽娜哪反抗得过怒上心头的女人, 只能尖叫着求饶, 任由女人的长指甲 把她脸上的妆容全都挠花了, 两个女人躺在地上撕扯。 引起了不少人的驻足观望, 周刚经营了一辈子的脸面, 也在这一刻四分五裂, 她的家庭完了, 我的家也完了, 如今在看到丽娜, 我心里已经再也激不起一丝波澜了, 拢了拢帽严, 我抬脚离开这个地方。 后来周刚在外面包养女人的事, 彻底激怒了老婆, 本就是倒插门的她, 也只得落了个净身出户的下场, 甚至不允许她去看女儿, 要说她老婆也是个狠角色, 将周刚利用植物犯罪的事实举报了, 连带着和她有牵扯的好几个高层都落了马, 她的下半辈子。 都要在牢里度过了, 至于我和丽娜, 分手是必然的, 当时, 他们因为聚众闹事, 被带到了公安局, 也就是这时候, 我接到了她的电话, 亲爱的, 来公安局接我。 与其里不免染上几分怨气, 一定是在周刚老婆那儿找了不痛快, 连带着给我也撒了气, 我顿了顿, 分手吧, 丽娜, 我都知道了, 电话那头静了片刻, 随后便迸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 不可能, 你怎么会知道? 你来接机了? 你看见了? 她连猪带炮的逼问了一连串, 声音有股极端的激动。 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了, 丽娜像个疯婆子一般喊叫着, 是不是江仪? 一定是她告诉你的, 对不对? 我镇定道, 不要再死缠烂打了,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她撒泼不成, 开始打出了感情牌, 求求你, 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好好的。 现在在听到丽娜痛苦的身影, 我心里只觉得厌恶, 丽娜, 你好自为之。 不管丽娜在电话那边怎样挽留, 我还是狠狠心挂断了电话, 疲惫地回到家后, 我打开灯, 屋里是一片空荡荡的静静。 将仪。 我试探地叫了两声, 却无人回应, 这么晚了还没回家, 接着走进屋内, 才发现阳台那一侧的单人床, 已经被人折叠收起来了, 床头柜也被移回了原位, 属于将仪的东西, 全都消失了, 曾经觉得拥挤的房间里, 一下显得空了很多, 我怅然若失地坐在床上, 余光中突然看到了一页白纸, 正放在床头, 拿过来一看, 正是将仪写下的话, 丽娜来找过我了, 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 我都难逃其咎, 也没脸再待下去了, 打扰你这么久, 也是首该走了。 希望你以后能找到一个, 真心爱你的女人。 江一流, 读完这简短的几行字,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发生的太多了, 我想, 我也难以毫无芥蒂地, 再和她继续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 不过我始终是感谢的, 要不是她点醒我, 我也不会那么快发现丽娜的一样, 和尚指, 我陷进柔软的床里, 心脏平静地震动着, 你也要幸福将以。